好 但是呢 在柯文哲跟侯友宜這個部分 我們也來看一下 其實柯文哲根本就不在意朱立倫想了什麼 因為他心中真正的對手還是侯友宜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台灣民意基金會有一個感情溫度計的這個民調 目前侯友宜還是第一名 而且是贏過了陳時中部長 還有這個柯文哲 那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 游應龍則說 每個年齡層對侯友宜 印象都看起來好像都不錯 但他的人氣並沒有避應到國民黨 而且年長者比較喜歡陳時中 柯文哲比較受年輕人的歡迎 不過柯文哲缺乏長輩緣 好 既然呢 柯文哲比較受年輕人歡迎 那討厭國民黨的年輕人 如果國民黨跟柯文哲合作 這一塊可以補得起來 可以靠藍白河來扭轉嗎 好 這個媒體就爆料 說柯文哲就密會名嘴 在討論2022的佈局 但是他特別提到 沒有藍白河這件事 選舉嘛 就自己選自己的 所以是藍營自己想要藍白河 想太多一頭熱嗎 好 另外呢 這個我們看到國民黨這個部分 也知道柯文哲要來搶票 所以最後是不是只能夠 靠著戰鬥籃挽回一點身世 趙少康他豪氣甘雲的說 年輕人別怕 要拿出戰鬥精神 明年選舉 國民黨的年輕人只要喊 我是戰鬥籃 你就會當選 趙少康是打拋票 這個時候呢 果然戰鬥籃跳出來了 國民黨列委侯孟凱說 我好期待戰鬥籃能文功能武鬥 然後他還跟綠營下戰帖 等一下再來問定語委員 他說我要跟綠營下戰帖 我可是健身了一年多 所以我要出來戰鬥了 這個戰鬥籃是要來跟人家打架的嗎 好 但是先問一下學偉 你怎麼看現在這個 藍白之間這樣的情況 當然柯文哲狂打中央 然後現在也開始跟侯友宜較勁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台面上的一些 政治人物話越多的有沒有 越出頭 可是問題是老百姓的支持度 就是沒有越來越高 停滯在那邊 為什麼 都是幹話 這個嚴重性大家沒有去探討 現在都在說那有的沒的對不對 那你柯文哲 我先講柯文哲好了 你家新北今天講說 進內用一週對不對 公共場館要關閉七天 那柯文哲講說他要不跟進 對不對 而且要四大措施啟動 啟動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整天老型大宅的 包括連烤肉的 你還講說你是科學家要務實 我就跟你講 你老型大宅 我現在新冬爆炸的 我是割在等你知道 對不對 從之前的話 你的防禦措施在哪裡 對不對 你那個烤肉 一堆人在那邊烤肉 你絕對沒有情緒嗎 而且你有辦法去隔離 你有辦法去抓得到 你難道要叫所有的衛生局的人員 還有警察警察人員 李林長 全部出動嗎 去查查看到底有誰在烤肉 對不對 你就是要講說 之前他講說 不要看到一粒 就彷彿是地球毀滅 對 這是科學家的態度嗎 對不對 人家說 不要看到烤肉就開槍 對 我也相信 我也承認 問題是現在的時候 你把眼睛全都是烤肉 對不對 你等到時候你才要開槍 你告訴我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柯文哲講說 神經放大條一點 是說爆發了之後 我就甩鍋給新北市 我新北市來 不然甩鍋中央 你中央沒有搞好 就這樣 我怎麼不知道 你的態度在哪裡 那你今天就甩 神經放大條一點 這是人命 神經放大條一點 你神經可以更大條 你看做恐龍就對了 你大條東西 很久才會喊痛 我就跟你講說 不要再搞這個 什麼洗澡洗澡 湯不必吃 吃飯吃湯 我告訴你 搞的時候 你連飯吃湯就沒湯吃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柯文哲這種政治人物 為什麼他話這麼多 他的感情溫度就起不來 很多人都知道 是看爽的 看你人口味 看你每天都媽 反正看了之後 你覺得這個政治人物 我值得托付嗎 對不對 好啦 那陳時中也講 我剛才講說陳時中也是 他講的這些話 怎麼全民都打 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你把它分析之後 他就講說十二歲以下 沒得打 有些人是不打疫苗的 那你這個不是在朗翠會議 你告訴我是什麼 他講的這些東西 你在野黨根本沒有能力 去批評他 去搞他 對不對 只會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像朱立倫 最被認為說 你這一次 有可能 有可能當選黨主席的人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只會講說 根本玩文字遊戲 而且你知道朱立倫 他現在講什麼 他現在還在防柯文哲 一個民眾黨 你也拜託 你嘴巴講說 防柯文哲來挖牆角 你說什麼國民黨變強 變硬 變團結 就不怕人家挖你的牆角 問題是你告訴我 你國民黨怎麼變強變硬 對不對 你以為是像洪夢凱一樣 說什麼健身練了一年之後 我跟你下戰術 現在疫情期間 你是要下什麼戰術 你現在立法院還敢這樣搞嗎 你說王弟 他如果跟你下戰術的話 你敢跟他這樣 沒有他的陰影 他上次有跑馬燈 對啊 那你可以跑馬燈 我要練身體 我就跟你講說 你之前跑過一次跑馬燈 你現在跑馬燈 不知道還能夠跑第二次 他也年輕了 跑馬燈很快 對啊 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疫情期間 你也不用再打了 我就告訴你 你現在就是說 再給你一年時間 我怕你現在出來太難看了 對不對 疫情緩和了之後再說 好啦 那你講說現在那個什麼 趙少剛好了 他說拿出戰鬥精神 明年選舉只要喊說 我是戰鬥人 你就可以當選 你喊我是戰鬥人 你就可以當選 你就是在咒語 你把你發我手聲 你盡量把他發 比較大聲 看那奉上頭 拿出來奉上 看你當選 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就跟當初那個什麼 我們歷史上有一些 今天出來造反的 當然都會有口號 對不對 你看黃金傑以前就喊什麼 昌天已死 黃天當栗 最代甲子天下大吉 對不對 我是戰鬥人 好 那接下來 洪秀全那時候講說 天下一家 同享太平對不對 無處不均勻 無處什麼 不保暖 我是戰鬥人 一樣嘛 那你要學學看 之前那個李志強 吃他娘 創他娘 對不對 闖王來了不納涼 我是戰鬥人 聽起來就是一模一樣的 那種格局跟格調 所以他擺明了 他只是想造反 對不對 他們今天你看 今天又第二場 國民黨主席的那些政見辯論 那個張亞中還秀出一張 五百萬美元的支票 對 他說我如果當選的話 不用怕 對不對 你黨費一定有的 先去查一下 你這個五百萬美元 從哪裡來 又不是又是娛樂公司影印的 現在不是有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查那個什麼 不明資金來源 對不對 你五百萬到底有來的 還是你拿一些 扒拉票 扒扒扒 所以 身操那種是真的假的 最後我講的是什麼 扒拉票 對不對 小心喔 而且我就跟你講說 他說他當選之後 他可以號召三十萬入黨 你跟現在都在發假了 對不對 好啦 那接下來江啟辰講什麼 他說我的辦公室的資金 對不對 辦公室的資金 從八千萬變成五千萬 而且營運費用 每個月六百萬 你搞了半天 大家都在喊價 所以你國民黨 到底錢在哪裡 我看半天 你今天我需要的 看到的國民黨 你不是在話給說 我逼有錢對不對 那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郭台銘來當你們黨主席 全部都可以不用那個搞了 現在你們這些人 就是沒有錢 沒有錢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 財務制度化 你現在國民黨證實 其實就是挖東牆補西牆 那你說這些政治人物 你告訴我這些政治人物 你如果當了國民黨 國民黨有可能變強變硬嗎